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下订阅的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哦 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看天气还蛮不错的 所以于是决定来这个 在网络上面评价很两极的利点 大阪新世界的通天阁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日本通天阁的 在之前上一次来的时候 七个月前 在大阪还没有开放 应该说是在日本还没开放的时候 我就拿了商务签证 来了日本一趟 当时来了大阪也去了东京 当时来通天阁的时候 因为没开放 所以没有观光客 真的蛮冷清的 这一次来感觉 现在这里比上次来的时候热闹多了 现在这个左手边这里 这间叫做八重圣 是一间卖串炸的店 上次来的时候就吃了这个八重圣的串炸 超好吃的 不过现在肚子非常的饱 刚才在新泽墙那边已经吃过东西才过来的 右边这边也有他们的店 不过今天没有开 两个都是八重圣的 刚才我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通天阁这个地点 会是在两路平价很两极的店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通天阁这里比较弱后 而且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没什么好看的东西 也没什么商店 所以在网路上面 有些人对这个通天阁的评价并不高 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景点是没有必要来的 不过对于卫视里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通天阁 还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差 老实说我真的还觉得蛮不错的 蛮喜欢这里的 因为给我一个感觉 这种地方就更像大阪 就是还没有到东京那么繁荣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比较旧的商店 那你说对啦 当然没有东京那么繁荣的商店 就是买东西的店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阪 这个通天阁这里 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三四十年前的感觉 是一种不同的感觉 很喜欢的这里 这边有一间这个达摩串炸 就是之前我在新灾桥那边 应该说道顿姑那边有吃过这个达摩串炸 所以有兴趣看介绍达摩串炸的朋友们 可以看卫视里我之前介绍过的达摩串炸 达摩串炸也蛮好吃的 不过跟之前看到那个八重圣来相比较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来这个通天阁这边吃那个八重圣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通天阁这个地方附近的商店也都蛮特别的 除了他们的这个招牌都非常的夸张 而且用的颜色的都非常的鲜艳 除此之外呢 这个地方附近的全都是一些玩那种 日本以前应该说三四年前的那种路边 像台湾夜市一样的那些游戏啊 就是射那个木塞的枪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现在前面这个地方就是通天阁了 通天阁是一个是一个塔 可以直接到上面看整个大阪的风景 等一下我们就会上这个通天阁 在这个通天阁附近很多这个串炸的店 其实也不只通天阁这里 因为整个大阪关西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喜欢吃串炸 以及人家所谓的大阪烧或者是那个章鱼烧 都是大阪关西这边的民场 不过就像网路上很多人说的一样 在日本的章鱼烧 因为大家可能口味上的不同 所以大阪的章鱼烧是比较软趴趴的 里面都还是很稀 就是没有熟的感觉 所以大家不是很喜欢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真的也蛮喜欢 台湾章鱼烧就是被改良过以后的口感 不过不喜欢吃的话 就吃一次知道大阪的口爱就是这样子 也不应该去批评人家不好吃 因为这才是真正正宗道地的大阪的章鱼烧嘛 对不对?台湾的那些是改良过的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塔的正下方 就是这个通天阁寮望台的入口处 我来通天阁两次都是使用了大阪周游券 可以买一日券或是两日券 都可以包括这个上通天阁展望台 因为小朋友买这个大阪周游券 一日券或两日券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票所以是划不来的 因为小朋友在搭这些景点的时候 应该都是可以买办票的 可是大阪周游券的一日券跟两日券 是没有儿童办票的 所以小朋友的话就没有买这个周游券的 一日券或两日券 直接到每个不同的景点的时候买办票 就是小红票就可以了 上次来通天阁的时候 先是上了展望台 之后才划这个溜滑梯 从上面划下来 这次来到通天阁工作人员要求我们 要先滑那个溜滑梯下来 滑下来之后呢 才去通天阁上面的展望台参观 嗯 就跟上一次的顺序到反过来了 蛮奇怪的 不过我是蛮喜欢像上次那样 先去展望台 再滑下来的 不过竟然他们这样子要求 那也就只能照他们的办法做吧 哦 因为买了那个大阪的周游券 不管是一日券或两日券 都会包括上这个展望台 以及溜滑梯下来 所以是不需要再另外付费的 可是如果今天没有买 这个大阪一日券的话呢 就要另外付钱 请多多多多数 请多多多数 打赏 请多多数 请多多多数 看来 几乎 标准 请多多数 從上面滑到下面的時間不需要10秒鐘吧 就可以滑到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位置 滑下來之後留意一下這個電視牆 會告訴你怎麼使用連接他們本地的這個Wi-Fi網路 連他們的SSID 就可以經過他們的官網下載剛才你從上面溜滑梯 溜下來的影片 溜下來之後我們現在重新再上樓我們去樓上展望臺 溜下來之後我們現在重新再上樓我們去樓上展望臺 Во上看看 我們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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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楼梯上去就可以到这个通天阁的特别展望台 不过要上去这个特别展望台是要再另外额外付费的 大人300英 中学生跟小学生还有幼儿都是200英 好 买好了票之后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啦 从楼梯走上来之后就是一个户外的展望台 就是没有玻璃的直接可以吹到风风还蛮大的因为可能高的原因嘛 这个地方是一个延展出去的一个看台 上次七个月前来过的时候也上去过照过一支照片 还蛮对我来说还蛮可怕的 呃 卫视里我有点居高 看到没有 从这边可以直接望到下面 超恐怖的 如果是有居高阵的朋友 像我一样的话 就不要低头啦 就直接往前面望吧 往前面望的时候反而就还好 没有那么怕 没有那么恐怖的感觉 可是如果低头往地面方向看的话 还真的觉得有点怕怕的 虽然到这个上层的这个特别户外展望台 需要再额外另外付钱 可是我觉得还蛮值得上来看看的 虽然它没有高很多 高了差不多一层楼的高度左右而已 但是因为它没有玻璃挡住 所以看得更远更清楚了 而且还有那个延展出去的地方 可以打卡拍个照留念 所以我还是觉得相当不错 还是蛮推荐上来一趟的 在这个塔上就可以直接望到天皇市站了 这个户外展望台呢 其实还有分两层 所以如果两个人来的话呢 可以叫一个人先到第二层 就是我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在下层的这个地方站着 然后帮他照相 这个感觉也蛮不错的 四楼这里做得像像POP一样 晚上的时候才会开灯 上次来的都是有开灯 我今天也有开灯 只是太亮了 所以感觉不到 好像夜总会一样 现在他这个模型跟他这个背景的照片就是一百多年前通天阁的样貌 所以现在的通天阁已经是经过修改翻新再修改又再重建 所以已经其实已经跟当时跟当时的通天阁不一样了 七个月前来这个通天阁这里的时候 然后以为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这一条这个商店街几乎每一间店的那个电门铁闸都是拉下来没有营业的 当时以为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很多商店都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观光客嘛 所以都不营业 不过现在日本都已经开放观光已经营业了 就快一年了吧 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 表示说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落寞下去了 所以难怪在网路上面会有两极的评价 有些人说这个地方超无聊的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从这个方向走去通天阁吧 今天介绍大阪新天地这里还有通天阁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今天拍摄介绍的影片 如果觉得还不错 麻烦别忘了在影片的下方帮忙点个赞 并且将影片分享出去 我会在下一集的影片里面介绍搭乘Wonder Cruise 到道顿窟 所以大家也别忘了继续收看 威斯理去哪里 由我拍摄介绍给大家 在大阪以及之后还会有东京其他的影片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再见 喜欢威斯理去哪里这个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点选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